哦 和天的路已经很远 白浪哥 白浪哥 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 它就在远方 不要停止追寻着它 现在是中午时间 我本来打算一个人在附近吃一吃 然后下楼 然后在那个公共区域 看到了一行人 然后想来吃重庆火锅 然后就把我拉过来 再见 开鲁亚克 再见 开鲁亚克 在路上 我们今天吃的是重庆火锅 因为这是为重庆人 今天离开大理是吧 对 然后再见江湖 听到刚刚歌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再见江湖 再见捷克 我们吃的红油锅 我好几年前去成都之后 再也没吃过这么辣的火锅 给我推荐的这个蘸料是 炸蒜和香油 我们从来没那么吃过 我们那边吃辣的还要自己在这里 放点小米辣再放一点 牛油 牛油 然后加小米辣 牛油在这个里面 火锅和其他地方就不一样吃牛油 那个油 我回来了 我们吃了三个多小时加上聊天 真的是辣的我怀疑人生 只有一个重庆人 我们一共七个人 而本来想点鸳鸯锅的 然后他说大家都吃辣的不是正宗点 鸳鸯锅那不正宗就相当于摆设 然后跟我们说他们重庆当地人 吃火锅只要三种东西 鸭肠 毛肚 和 脑花 这三样东西轮番着吃 而且觉得不够辣 还把那个火锅里的牛油给 漂到那个碟子里面 听到我的寒颤 我觉得辣的有一点烧心的感觉 而且就是大脑缺氧那种感受 Anyway 我还是适合东北蘸麻将的火锅 那接下来我给你们一个room tour 我现在在大理古镇这边 那帮我带你看一下我租的这客栅里的 一间卧室 然后以及天台看日出的地方 然后楼内就各个地方 这边环境带你转一转 这是室内大体的样子 就是一个简约的清水混凝土的工业风 你看墙和地都是这种水泥的感觉 然后局部来看 这是一个瑜伽店 每次我出去旅行只带一个登记 想因为我是一个极建主义者 然后这个瑜伽店占了蛮大一部分的重量和空间 是这个4厘米的这款 还蛮沉的 不是那种旅行瑜伽店 但是我觉得这个舒服 要不旅行瑜伽店就是跪着 膝盖还是疼的 墙角这边有一个装饰灯 我没开 这也是一个装饰的小空间吧 它有一个玫瑰 我一拿出来看 结果是假的 然后它有这个电池 它可以什么发光啦 那这边是桌子和椅子 桌子就是我的小工作台啦 必备的电脑耳机 充电器 鼠标 以及这里的移动硬盘 啥的和线 然后这边拉开窗帘 就能看到尔海 很不错吧 我在晚上订房子的时候 这个房型有好几间 你不确定窗户冲哪个位置 然后我一过来看 觉得自己好幸运 就幸好那个窗户不是冲着 另外一栋房子 然后窗台也有一个海绵的座位 这边就是床啦 一个人睡戳戳有余 甚至有点孤单 我发过一个post 说我晚上是怎么睡觉的 我这里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说我要搂着它睡 这是我可爱的小巷 我就觉得搂着毛绒绒的东西 就是有一种安全感 舒适幸福感 我不觉得成年人搂着毛绒玩具睡 有一种羞耻感还是怎样的 它就像那一个小宠物嘛 就是没有体温 但是它是很可爱的嘛 跟你还是有一种情感的连结 这两边呢放个枕头 睡在中间很有安全感 然后你向右躺的时候 这个腿可以搭在这边 向左躺的时候腿搭在那边 嗯 然后最那边的枕头呢 就是留给想象中的男朋友的 或者说白天坐在这的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两个枕头放在一起这样坐着 然后床头柜呢 这是一些相机的器材 两个小三脚架 嗯 相机充电器 还有一个镜头 这是我的GoPro在充电 然后这是一个眼罩 其实我住的地方 桌子大的话 我这些相机和那个电脑 那一系列都是在一个桌子上的 但是因为这个桌子比较小 所以就分开到 嗯 床头柜上 把这个灯打开 看看效果 然后这边这个东西就是防蚊子的 插上电能 驱蚊 这边是镜子和衣架 卡 卡 你看我穿着一身运动装 本来今天早上登苍山的嘛 然后收拾收拾11点多了 人家说你应该7点起来呀 你要是多看点景观的话 你应该早点走 所以说改日吧 然后这边是挂着包包 然后这是我的电脑包 以及买菜包 以及登山包 就是特别的万能 这个包 鞋呢我只带了两双 一个是小白鞋 运动走步 登山都可以 然后就是脚上这个运动凉鞋 也是登山下海 都很实用的 也很百搭 你看 这两双鞋真的是一个白 一个黑 搭配任何东西都可以 还很实用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小laundry bag 叫什么 就是脏衣袋吧 攒满了一小包就去洗 这个都是这个客栅给的鞋 这个用做洗澡 然后这个平常穿 我只挂出来两件衣服 然后大部分在这个箱子里 嗯 出来旅行的我只带很少的东西 嗯 只是一个登机箱再加上一个电脑包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 嗯 我的衣服都是以百搭舒适 然后运动感为主 嗯 没有什么花绿胡哨的东西 然后这边呢就是出门 必带的一些 比如说墨镜 手指 湿巾 这是一个门卡 然后充电宝 这是一个防纹的喷剂 这个 还挺火的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植物精油的 也没有什么化学成分 还有一个轻便的雨伞 总之就是这边穿好衣服 然后拿上包 然后拿上必备的东西就出门 这边挂衣服的东西比较少 也没有一个衣柜什么的 所以如果过一天 我东西都拿出来的话 可能就放在这个 这叫什么 床脚沙发上吗 对 可能就铺在这顶上 然后我们去卫生间看看 这边做了干湿分离 也就是 这边只有一个马桶 这边是洗澡的地方 我觉得洗澡的这个地方很智能 你看这就像酒店的设施 不像一个客栈楼 这里面还有取暖什么的 沐浴 吹风 都有 然后就是花洒和喷头 最上面是取暖换气什么的 这里边 我用的是男式的洗面奶 因为我带两个洗面奶 然后晚上深度清洁的时候 我挺喜欢用男式洗面奶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去黄洗发水 对吧 我要保持我的头发是冷色调 然后这就是洗发 沐浴 护发 然后 这边就是一个毛巾 一个浴巾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带来的 就是东北人搓澡的必备 不知道南方人用不用它 左右两边说完了 我们看一下正对的这个水池 你看这个镜子对我来说比较高 我1米6的身高 我估计1米7 1米8的人可能目光能正看到镜子正中央 我这看觉得有点矮 anyway 这边是护肤品 然后是眼镜梳子 然后这边是简单的化妆品 三大块 夸夸夸 多整洁 我这边还有些整理控 anyway 上面是干的东西 然后下面是湿的 这个是卸妆的 这个是洗面奶 这个是刮毛的 然后这个是刮眉毛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刀片 几块钱 50个的那种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 我觉得很锋利 比正常的那种刮眉刀好用 它这边是香皂和隐形眼镜 底下呢是不常用的东西 比如说面膜啦 这个是toilitary bag 里面有杂七杂八的东西 就比如说身体防晒乳 备用皮筋 指甲剪 备用刀片啥的 然后吹风机 他们这个手指真的好小啊 就是感觉正常的三分之一 就这个手指用的会很快 我反正很喜欢这种简洁的工业风 就是简简单单 看着一目了然 舒服不乱 然后这边再瞅一眼 这个房间其实地方很大 你看前面的这个空地 然后做运动的这块空地 都很大很宽敞的 然后坐在这个桌子上工作 对面还能看到尔海和山 环境很不错 它这个客宅整体就是工业风 没有过度的装饰 像给你来个360度吧 那边是尔海 然后 那是那著名的什么塔来着 忘了 对面是苍山 现在阳光特别的刺眼 然后因为这是大理古镇里边 所以各处都是这种白色的房子 对面的这个屋顶花也很不错哦 家家都有太阳能热水器 我们这视角正好 前面没有比我们高的楼 因为它你看这边是湖 然后这边是山 它这个是房子循序渐进的长高 所以说每个房顶都能看到这个尔海 我觉得吧 大理这个绵延的山是既有气魄 又挺秀丽的 反正这种依山帮水的环境 和大理也蛮像的 只不过大连傍的是海 这边傍的是湖 然后就是一楼的公共区域 这边也有桌子 这边也有桌子 可以在这吃饭啦 打桌游啦 然后这边是个厨房 写着客人指步 其实我们是可以进去做饭的 然后本来是有早餐的 但是疫情原因 现在没有早餐了 这个天井真的很帅 应该上去躺着拍个照 就是能拍着一个剪影那样 然后一楼还有个洗衣房 嗯 这倒没什么可看的 中午吃的那个麻辣火锅包 我嗓子都吃牙了 我是不是说话有点沙哑 安妮威带你看了一圈之后 这个地方虽然叫客宅 但是我觉得这个床底是很舒适的 就是有点酒店的那种感觉 然后也有公共的洗衣机 然后天台 以及厨房 全天任何时候都可以做饭 然后走路到这边的菜市场 只要10分钟 而且当地的菜真的是很便宜 因为当地人买菜也去那个菜市场 所以说是既新鲜又便宜 但如果你叫外卖的话 嗯 价格和在大连差不多 外卖会比北上广盛便宜一点 但是会和大连这种二线城市差不多 因为 只要是当地人不吃不消费的东西 就是一种旅游消费嘛 然后你猜猜我租的这个地方 房租是多少 你肯定猜不到 我租了28天 是1947 还不到2000元 哇 一个月还不到2000元 我是在Airbnb 爱比营上租的 他是说你到了一周之后 有一个就是房租的减免 到了28天一个月 他是有一个房租的减免 所以说我一般去一个地方 我都是slow travel嘛 就是慢旅行 到一个地方 至少停留个两星期或者一个月 所以我一般都会租28天 所以可能这个房间 比如说是200块钱 一个晚上 然后你租28天 他就会是每天晚上100块钱 再加上疫情期间 旅游的人比较少 他在平台上 Airbnb平台上 有打折的活动 所以说一个月下来 还不到2000 我觉得真的是赚到了 然后你看我在深圳住的 博育一个连锁公寓 每个月4000块钱 然后房间还比这个小 然后你还要自己打扫 像这边 然后每天给你两瓶水 每天都可以打扫 虽然我住一个月 不需要他每天打扫 但是就是随时 可以有人来帮你清理嘛 所以我想说的point就是 出来走走停停 不是旅游那种走法光夸那种 而是旅行真的是慢下来 在一个地方久住一点 你的消费并不一定比大城市高 OK 该车子我都说了 现在我要在电脑上工作一会儿 然后我要在这里 做个运动傻的 我还在练习倒立 我还是那个 掌握不了平衡 所以说脚可能需要 靠在这个墙上 在家里的墙上 我随便提 但是这里的墙这么白 我还是笑穿着袜子 不行 我跟你说 吃了那么辣的火锅之后 我内脏有点受不了 我得来个水果压压惊 之前喝一个南京的小伙伴 去成都吃火锅 然后辣的我一直在吃米饭 他一直在喝冰水 那么问题来了 是米饭还是冰水更解辣 然后呢我想说 虽然我没有伴侣 但是一个人旅行其实并不孤单 因为租房子呢 无非两种 一种是民宿 就是住在当地人的家里 然后当地人就会告诉你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啦 你也可以让他当导游 那样带你转转 嗯 这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 就是住在那种民宿 然后这种呢 就是酒店式公寓 或者说客栈 也就是年轻人过来旅行 都聚集在一起 就是说大家想去哪的 都可以结伴出行 就比如今天中午 我下楼我想问前台 附近哪有好吃的 他正好那边坐着一个人 就是等他的朋友 要去吃火锅 那就走 走 我们去火锅了 然后晚上我刚刚下去拿这个水果嘛 然后我在昨天市集上 十块钱买了六个这个一小摊 然后就分给了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几个朋友晚上去吃耳思 然后那就带上我吧 行 那就走起 所以只要你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在路上你总能会遇到天南海北 然后我之城道河的朋友 然后一起结伴出行啦 听见他们的故事啦 都很有意思 我现在看起来有点憔悴 是因为我刚哭过 对了 晚饭 我们本打算去吃耳思 我不知道耳思是什么东西 然后去了那个小店 我看就是和米线一样的 然后我也因为中午那个胃 吃得有点难受 我就没有吃 就晚上就逛了那个大雷古城的小镇 大雷古城是我去过的 就是那种古镇古街 就商业街最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吧 我跟你说 我以后再也不能成能了 中午的那个麻辣火锅 到现在我吃的还稍心稍胃 就是我之前爆食的时候 是因为量吃的多而为难受 现在我吃的火锅没吃几口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重辣 然后特别的难受 就是说以后要越来越养生 不能吃太辣的 就不要吃太辣的 不能喝酒就不要喝太多酒 然后吧 我就在古城里面吃了点小吃 那个鲜花饼很好吃 是现烤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吃 它没有糖放的很多里面 大部分是蜂蜜 还吃了乳扇 就是那个皮是用牛奶 好像是奶酪的那种味道 然后里面包裹着玫瑰酱 还吃了一点水果 就是一个水果摊里面的各种水果 你选 然后称重这样子 然后还买了一个现榨椰汁 就是椰子水在里面的椰肉 现榨的 没加任何的其他的糖分什么的 就喝喝这个养养味 我这样是不是暴露了 我是裸睡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洗脸 但是裸睡是有好处的 而且很自在 然后吧 说一说我为什么哭 胃疼是一方面 但这不是重点 我呢 就是会经常哭 其实 我是一个比较高度敏感 然后心思 情感比较细腻的一个人 就是任何感人的事情 或者伤感的故事 文章 电影之类的 就是说我共情能力特别强 任何能触碰我心弦的东西 就是能让我的感情放大 我应该说是情感的放大 就是我哭可能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也说不清都得是因为感动 还是因为悲伤 还是怜惜 还是幸福 还是不幸福 我都经常哭的 然后这也不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就是一个我的性格特点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吧 我觉得像我这种能生动强烈的体验 事件的悲欢离合各种情感也挺好的 就是绝对没有白火 然后吧 我也想说大家都幸福快乐 虽然实际上生活是5%的快乐 5%的悲伤和90%的平凡 但是如果你在过90%平凡的时候 你也有一个就是感恩的心 觉得平凡也是一种快乐的话 那你就会真正的幸福 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件悲伤的事情而哭 然后哭着哭着就觉得 活着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变成幸福的泪水了 I'm weird right 我觉得我在对着相机镜头唠嗑 不早了 晚安 bye night bye